我想告诉我们在桌上各位 你必须得提升财商 你要布局你的五大资产 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财富自由吗 五大资产 五五二十五 建造二十五条被动数的管道 为什么我不会做一家企业 我会做很多家企业 因为一家企业有可能会遇问题 五家企业 五种行业都遇到问题 除非发生大的金融危机或者战争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就像疫情 疫情对很多行业有影响 比如说对这个餐饮行业 对教育行业 然后对这个旅游行业 是致命的摧残 但是对医药行业 互联网直播行业反而是利好 对还是不对 所以要最少投资五家以上的企业 不同的赛道 东方不量西方量 然后不动产也是一样 北上广深买房 然后纽约买房 然后美国买房 日本买房 澳大利亚买房 全球投资 这个地方不涨 那个地方涨吗 对还是不对 证券也是一样 股票基金债券保险 然后全部都要配置 换句话讲 就是当你真真正的有了财商思维以后 你才有可能永远成为富人 这五大资产 如果你们真的研究透了 你会发现 这五大资产是相普相成的 有时候这个地方涨 这个地方就跌 这个地方跌 这个地方就涨 但是绝对不可能出现 所有都跌 我举个例子吧 如果金融危机来了 有可能企业会不好 房地产会不好 金融会不好 但是有可能黄金的价格会涨 对还是不对 打仗也是一样 对吧 打仗了 什么都不值钱了 房子也不值钱了 股票也不值钱了 对吧 专利权 诸多钱也不值钱了 但是金价一定最值钱 你没战乱出黄金吗 那万一未来不打仗 是盛世怎么办呢 盛世古丸乱世黄金 古丸也属于第五大资产 你又投资 玩自画 又投资黄金 不就完事了吗 未来不管是盛世 还是乱世 你都能赚钱 大家能不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 这叫风险对冲 给大家看一看 什么叫真正的财商 我们做生意的人 都特别崇拜 清朝的一个大商人 红顶商人胡雪岩 你们觉得胡雪岩 有没有财商 胡雪岩到最后破产了 亏空所有资产 活活饿死在马路上 死之前留下一言 胡家人从此终生不得经商 他为什么会亏损 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钱 全押到了一个项目上 这一个项目亏了 所有产业全没了 他不懂得 他不懂得如何去 做风险对冲和风险管控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财商的梦想是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人生自由 一个是时间自由 如果因为赚钱 结果人进去了 要钱干啥 这不本末导致吗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乐视的董事长 当年从一个普通人 到乐视上市 成为互联网第一邀股 最高峰的时候 身价420亿 朋友们 420亿的身价 到最后全亏完了 小马奔腾的老板 小马奔腾拍过很多戏 什么新三国 什么甜蜜蜜 无人区 这全是他们拍的 这个老板活着的时候 也非常厉害 也身价最高峰的时候 36亿 结果活活把自己 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当他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因为他的公司 完全是靠他 所以他一死 公司开始下跌 开始亏损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公司破产了 公司破产了 他没有给自己的 七二疗小留下一分钱 还给自己的七二疗小 留了两个亿的债务 来 我问你 有注册个体工商户的请举手 你看 你们是无限连带责任 知道什么是 无限连带责任吗 就是假如说 你的企业亏损了 亏多少钱 你就得付多少钱 如果你注册的是 有限责任公司 就不一样了 你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 但是很多人说 老师我也注册了 有限责任公司 我注册资金五个亿 我说你缴了多少钱 那不用缴啊 不是不用缴 是将来破产的时候要缴 而且你注册资金五个亿 就要承担五个亿的责任 假如这个公司亏了 你的房子 你的车子全都要充公 他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但是没有财商啊 你没有财商你就瞎整啊 很多人会说 老师我注册个个体工商户 我就是卖个服装的 我的小本小利的 我不会亏钱的 我能亏多少钱 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在商场里卖服装 他就注册有限 那个个体工商户 他认为他亏不了多少钱 结果他的这个孩子 在那个商场里玩大火机 给整个商场点着了 烧死了四个人 整个商场全点着了 他得赔多少钱 你知道吗 他得赔将近四个多亿 如果他是有限责任公司 他公司破产就不用赔了 但是他是个体工商户 承担无限连的责任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 这辈子很难再翻身了 大家能不能听懂 所以说懂财商 财商跟不懂财商的区别大不大 太大了 有人说老师 我就是注册有限责任公司 而且我注册资金很少 只有十万 请问你有几个股东 就我一个 不好意思 一人独职有限责任公司 也要承担无限连 大家能听懂吗 所以你告诉我财商重不重要 施政荣 当年也是中国首富 最巅峰的时候 企业身价也是186亿 到最后一无所有 钱亏了一无所有 当乞丐 在座各位 如果他有财商 他把他企业赚的钱 布局一下那四大资产 他也不至于这样 来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来 下一个 王俊瑶给自己活活累 35亿 累死以后 他老婆嫁给了他司机 所以在座的各位 他司机说 以前我一直在认为 我在给我老板打工 后来发现老板 一直在为我打工 在座的各位 是老板的请举手 有司机的继续举一下 有钱需要学财商 没钱怎么样 也要学财商 只要你跟钱打交道 你就得学财商 那不开玩笑 太多了 案例太多了 你学了财商以后 布局五大资产 让资产帮你赚钱 永远不要把所有的 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 每一次周老师讲这个 都有人说 我知道周老师 我绝对不会把鸡蛋 放到一个篮子里的 你看我炒股 我就不是买一只股票 是我买了一百多只股票 那不还是股票吗 那股市大跌 你不就又亏了吗 你为啥不能够 把钱分成五份 一份放到企业股权投资上 一份放到地产投资上 一份放到证券投资上 一份放到这个 专利权著作权投资上 你们知道什么叫 专利权著作权投资吗 我举个例子 有一本书叫三体 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作者叫刘慈 刘慈欣 写了一本小说叫三体 然后就有一个哥们 太有财商了 他发现这个书太好了 看完这个书 又就找到刘慈欣 说这样吧 你把这个书的版权卖给我 当时刘慈欣也不出名 你知道吗 花了十万块钱 买了三体的版权 听懂了吗 你们知道 今天三体的版权值多少钱吗 就不说三体了 四十多亿了 一个票房都几百亿嘛 三体的版权 我跟你讲 最少最少 真的是最少最少 是过百亿的 就同样是画家 一个穷困潦倒 隔耳朵自杀 另外一个没死之间 就变成亿万富豪 就是你的职业是一样的 但是拥有财商 跟没有财商的区别很大 为什么疯狂运的 李洋老师要跟我学习财商 就当年他在中国 火遍全中国的时候 那真的是这个 去到这个故宫 故宫讲英语 去到这个村管讲英语 他火的时候 那时候余敏洪还没出道 但是到最后 就他还要继续讲课 才能赚钱 而余敏洪的行动房 已经上市了 身价已经过百亿了 就同样做一个赛道 同样做一个职业 甚至你的能力 比对方还强 但是对方别人 赚的钱比你多 为什么 因为有财商 跟没财商的区别 你没财商 永远在左向线 有财商 他会想方设法 进入右向线 大家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做企业 其实就是选对人 做对事嘛 经营之道 最核心的 就是一套经营金字塔 经营金字塔 是罗伯德清奇先生 亲自去到美国 排名世界500强的 前100个企业 他全部研究一遍 他发现这些企业 之所以可以自动化运营 就是有三个最大的核心 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 第一 这个企业的创始人 或者这个企业的老板领袖 他的格局 他的境界 是足以支撑这个事业的 举个例子 你的格局只有一米 你的格局就是宽度 这个境界就是高度 然后你的公司的系统 就是你的长度 想象一下 今天有一个房子 高一米 长一米 宽一米 请问那里面能装几个人 只能装几个人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房子 高100米 宽100米 长100米 请问这里面能装多少人 就能装好几百人 对不对 那如果高几万米 长几万米 宽几万米 那里面能装好几万人 他能不能听懂来说什么 老板不要跟员工比能力 老板一定要跟员工比什么 比境界 比格局 那什么叫境界呢 我们很多人一直在讲境界 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境界 但是这么多年 没有人把境界讲清楚过 什么叫境界 境界金字塔 普通人叫优秀 就你们经常夸人 就是这个人真优秀 对吧 那比优秀更高的境界是什么 卓越 对吧 这个团队是卓越的团队 那比卓越更高级别的是什么 辉煌 那比辉煌更高的是什么 神奇 所以我们在经营之道会讲一个境界金字塔 你这辈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当下境界的体现 境界一旦提升 问题立刻消失 小时候丢了一个玩具 你觉得天要塌了 今天丢个玩具 你觉得是太小了 买一个不就行了吗 因为你的境界提升了 所以老板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境界 很多人在没有上过周老师课之前 都觉得自己挺牛逼 但是上完周老师的课发现 原来我还在塌底 优秀 卓越 辉煌 神奇 来在座的我们所有人 给自己打个标签 你现在是在哪个境界 什么叫优秀 优秀就是你能够把所有的事都做好 叫优秀 你是个做事的人 大能听懂吗 做事很厉害 在我们企业里面 20%的人创造企业 80%的业绩 因为这20%的人非常优秀 大能听懂吗 就讲到这里以后很多人说了 老师这里面没有我 你在优秀下面叫普通 那什么叫卓越呢 优秀是你能够自己把事做好 叫优秀 什么是卓越 卓越是你能让你手下人把事做好 叫卓越 大能听懂我在做什么吗 那什么叫辉煌 辉煌就是你能够把优秀和卓越的人 拼成一个系统来为你所用 叫辉煌 那什么叫神奇 神奇就是自己做个局 而自己不在局中 就讲到这样以后 我问你们个问题 一个公司分三个层级 基层中层和高层 基层的员工要在哪个层级 基层的员工一定要活在优秀的为师 而我们普通的企业的员工 是活在哪来告诉我 是活在普通的为师 老板是优秀为师 来告诉我 是海是不是 一个老板告诉我说 周老师我一个人做了企业 80%的营业额 他觉得自己挺牛逼 在我看来他傻也不是 因为你亚哥就不是企业家 你是个大业务员 精神而已 你一个人养了一帮团队而已 不是团队养了 你是你养的一帮团队 来告诉我是海是不是 当老板活在优秀为师的时候 你的员工只有可能 活在普通为师 大家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因为优秀的人 要的是荣誉感 优秀的人要的就是第一名 优秀的人 就优秀的人 跟优秀的人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如果一个优秀的人 突然发现了一个优秀的员工 他会打压这个员工的 就讲到这样以后 大家瞬间明白了 韩信最开始投奔的是项羽 项羽绝对是优秀 那永贯三军啊 每一次都是身先士卒 那不用说了 对吧 但是韩信是哪个为师的人 韩信不是优秀为师 韩信是卓越为师的人 但是所以说 当韩信看到 见到项羽的时候 他猜准了项羽 破釜沉舟的战略 当如果一个格局 很高的一个老板 境界很高的一个老板 看到自己的下属 这么厉害 马上重用之 告诉我是不是 而项羽看到这样的下属 怎么样 打压之 你牛逼啥牛逼 来做自己了 降一提 因为优秀的人 眼睛里面容不下 比他更优秀的人 大家能听懂我来说说吗 所以项羽这辈子 都活在优秀的为师 而韩信活在卓越的为师 韩信打仗 永远不像项羽一样 身兵士卒 韩信打仗是怎么样 不出终军杖 决胜千里日外 运筹帷幄 那刘邦之所以 能够驾驭韩信 就是因为刘邦的为师更高 刘邦在哪个为师 辉煌吗 那不用说了吗 所以再做了各位 项羽论农历 比刘邦强 但是就是因为境界不如他 这个境界金正塔 跟我们昨天讲的 那个能量金正塔 是塔塔相连的 一个优秀的人 他的境界最高 不可能超过175分 最高线就是骄傲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的分值就是175分 完成业绩的骄傲 完成业绩就悲哀内疚羞愧 换句话讲就是 你如果在优秀这个境界 你的能量不可能超过175分 你是在175分以下的 叫负能量 所以一个优秀的人 你的身价不可能过百万 就算过百万了 很容易又下去 然后每天活得很痛苦 只能当个员工 或者当个小老板 而且你活在负能量的维持 所以你的生命当中 会突发好事或者坏事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